摳摳 我要講微波好不好 來我們繼續講例子好不好 我們第三個例子是Mixer 那為甚麼我們要講那麼多例子呢 就是之後我們在第九章 把全部系統算起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計算Noise Power 這是我們最後希望到的是 就是我們微波通訊系統最在乎的就是SMR Signal to Noise Ratio 我們信照比好 我們就可以用高階調便 我們的資料量就大 我們信照比差 我們不能用高階調便 我們只用低階調便 我們傳的量量少 我們做無線通訊系統就關心了 我們到底能量傳多資料還是傳少資料 這取決於我們信照 所以這個Noise The Power 對跟Signal Power之間的關係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為甚麼我在那邊講 只是你們到最後才會體會到說到底在幹嘛 來 我們先慢慢講下去 Mixer Mixer就是一個乘法 它就是一個乘法 我們有一個input signal 然後乘上一個cos ω0t 等下再檔好不好 那一樣我們就把Noise打進去好嗎 我們就把Noise打進去 那我們看出來咧 是什麼東西 對 我們出來把它叫做BT 對不對 那這樣的Mixer 它做的就是乘法 就是把這樣的東西存在一起 對不對 Exality就是存在一起 好 然後我們這個 就是它這個系統做的事就這樣 就把它存在一起 好 那存在一起咧 我們這個θ 是uniform distributed 也就是二拍分之一 好不好 然後就是從這個零踢到白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這個封進來 那是一開始的這個 這個 這個角度或是時間點是不確定的 哇超實的 好 那如果我們這樣做咧 我們可以看到它 不知道會怎麼一倍影響 好不好 我們可以用這個 Auto correlation來計算它的Power 那我們Auto correlation咧 就會是 我們Exploitation Value 是 因為我們這個其實都有Coverlight Contribute 就是比較適用在複數的情況 如果你是不是有的話 這個有跟沒有是一樣 OK 那我們這個 這兩個是independent 這個N啊 跟這個載波啊 是 independent 所以咧 我們可以把這個 Information Method拆開來 我們就有兩項嘛對不對 兩項嘛 那我們說咧 他們是independent 所以我們把這個Noise放前面 那我們cos的tend 放後面 OK 那這個咧就是我們input的 Auto correlation 這個就是我們input noise Auto correlation 那我們這個 載波對它造成的影響咧 你這個也會變成兩項嘛對不對 就是相減對不對 相減的話就是omega0t嘛 對不對 然後下相減嘛 對不對 cos兩倍omega0t 然後加上omega0t 加兩倍θ 對不對 whatever 那這個 這個呢 Ensemble average 對這個θ的Ensemble average 就會是 所以 會只剩前面這一下 所以呢 就會變成 2分之1cos omega0t 對 這就是我們output Auto correlation 那我們最主要呢 是想知道它的spectrum 所以我們做歸層縫 就可以知道它的spectrum 那spectrum呢 就會意思 欸4分之1的原本Noise 我幹嘛 就是我們原本Noise的spectrum 只是往omega0移動 跟往負的omega0移動 然後呢 係數都變4分之1 也就是 欸 原本我們可能Noise 假設咧 它是一個bandlimited的Noise 如果它是一個bandlimited的Noise 然後它的bandwidth 到B 回任務到B 好 然後它是原本是center在DC 假設我們是一個 low path filter 過的 是一個bandwidth 那我們出來之後咧 欸 output咧 欸它就會移到 omega0這個位置喔 就負了omega0喔 然後咧 這過來咧還是E 你知道嗎 可以嗎 對 往這邊B 往這邊B 那它的強度咧 變成原本的4分之1 如果是21 所以我們Mixer做的這件事情 Mixer 它幫你把信號 升頻 到你的載播的頻率 比如說這邊是omega0 那你的Noise會一起升上去喔 對 我們信號升上去 Noise也升上去 那Noise從原本的低頻的信號咧 跟著載播咧 到omega0這個中心點 然後咧 我的bandwidth還是一樣 往左B 往右B 這都是B 你看 只是它的強度咧 變成原本的1分之1 那如果說我們來做 integrate 我們所有的Noise Power 我們Input的Noise Power 跟Output Noise Power 誰大誰小 如果這裡的Noise Power是KDE的話 所以這個就會是2分之0 那我們這個就是8分之0 那我們這邊咧 對 N0是KT 2分之KT 它原本這邊是兩個B 所以是KTB 這邊這樣變成4個B 所以咧 是8分之KT 等上4B 所以是2分之KT 這個咧 會把這個Noise 減半 沒有嗎 Total Noise會變成半 那這個這個 哪有好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Signal也 也變弱了 你不會因為Mixing的關係 讓你的Signal to Noise Ratio 變好 阿只是你之後要計算的時候 要記得對不對 它會 它會把你Noise Power 點半 你Signal Power也變半 好啦 好啦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立體 好不好 這個也不是太重要 如果我們今天做的是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不要跟Posine Mix 我們是跟Infinancial Omega T Mix 那你的Output Spectrum咧 你的Auto Correlation 對不對 如果你仿照剛剛的做法的話 你會發現 它是以你Input Spectrum 對 Input的Hoto Correlation咧 然後乘上這個Om0 T 那你的 Output Spectrum咧 就是只有Shift到正Om0 看嗎 我們這邊的Cos 就是2分之1的J A1分之1 Om0 T加F 對不對 加上 2的Om0 T加F 2的Om0 T加F 對 我們這個Cosine 就是2分之1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系數 叫做分之1 所以我們今天咧 如果只有其中一個 Financial的話 那我就只往一個頻率移動而已 我有另外一個 我想說的是咧 這個 就對應到是正Frequency的移動 這個咧 就對應到負Frequency的移動 可以嗎 然後咧 前面的1分之1咧 你的A1分之1 你的Power就變1分之1 所以為什麼有1分之1 就是因為Cosine 就變1分之1 造成 如果你是原本 就只有一個 Financial的話 那你是只有E-Frequency 然後你的 Magnitude 就會改變 好了 這都還好啦 這也不是很難 OK 這個 都有錄清楚嗎 還行 以前就常常有學生說 是你怎麼不找一個人在這邊 幫你放大 幫你平移啊 我說我找誰對不對 我找我學生 他說我虐待他 我就慢了 所以我就只能自己幹咧 好可憐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Bandpass Building 好 那如果說咧 我們今天是一個Bandpass Filter 那Bandpass Filter咧 我們原本是Wine Noise的話咧 我們的N 我們出來咧 它就會是 只在某個頻段有值的 然後咧 它有一個Central Frequency 叫做W0 Omega0 它的Width叫DeltaOmega0 Bandpass Filter咧 我們剛剛Low Pass就是只有中間會過 那Bandpass就是只有這個Band會過 好嗎 可以嗎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用過了 其實這就是一個Bandpass Filter咧 我們把Low Pass然後Upshoot 照你的RF Band就是一個Bandpass Filter咧 那如果我們也可以直接做一個Bandpass Filter咧 沒問題的 OK 那它就是譬如說咧 我們這個Omega0 然後我們這個還是 這個二分之N0就是KT 那我們這樣的Noise Power咧 Output Noise Power 就會是二分之KT 然後乘上兩倍的Low Pass Omega0 就是KTB OK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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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會出問題 我們這個Omega也比較分開 我們這個KTB啊 指的是真正的頻率 OK OK 雖然我在這邊常常畫Omega 但是我們這邊KTB的時候 B的單位是Hz 它不是Omega 對 所以 OK 可以嗎 我們就是看這邊到底是多少頻率 可以嗎 我們就是寫KT然後乘上RT 行 等下說這個頻率啊 這個 你就看 你就KT乘上你正頻率那邊到底 站多好沒問題 不管是Low Pass High Pass 或是Bandpass都是這樣算 你就看它正頻率這邊到底有多少 你就把它算真正的Hz 多少Hz咧 對嗎 因為我們這裡已經處於二過了 所以你可以說是二分之KT乘上兩邊的Band 或是KT乘上三邊的Band 就可以了 好 這就是我們的Bandpass Builder會出來的樣子 的Output Spectrum 那我們這邊要做一個說明 或是做一個假設 如果說是一個載頻的情況 如果是一個載頻的情況 我們的Output 我們這Output叫它N of T 好不好 OK Output叫N of T 所以我們這個應該 因為剛剛Otation就是S of Omega 經過Bandpass Filter 原本是Y Noise 經過Bandpass Filter 我們叫它N of T 就是Bandlimited 的Noise 如果說這個頻寬 相對於它中心頻率很小的話 我們可以把 N of T寫成 Xcosω0t D加上Y Sine Omega音機 它這邊去剪不好意思 哇 超準 它就在那裡切東西 我都看得到它 對 所以應該是很好 真的很好 其實這個 4-4加都可以啦 就是 有些是我不一樣的定義 我們這邊用線 我沒有辦法提提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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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開不了 對 它是撞兵 我們需要撞兵 我們把它往上台看 好的 往上台 好 欸 關起來了 開放 我們成功的完成一鍵工程 好啦 簡單來說 對不對 我們想做這個表示 對不對 把N變成X跟Y 它們一個在cos 一個在sin 可以嗎 因為我們的N 現在是頻寬是在Om0為中心 對不對 我們想要把它變成兩個低頻的 頻寬在0的時候 這個 然後呢 這邊就是 Teyota Omega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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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這個 這個 都是sense在DC的時候 兩個低頻的Noise 一個叫X 一個叫Y 好 為什麼呢 我們之後才會知道 不過我們先說咧 我們想要做這件事 好 那 不然無緣無故就做這件事嘛 對不對 那我們要讓它符合的話 我們需要 測試它一下 首先我們 Check的Min 或是叫做Average 我們Noise Noise的Min是0 對不對 我們在乎的是Average Noise的Min是0 那如果是這樣子咧 那如果是這樣子咧 那我們就需要咧 這兩個咧 的ExploitationValue都是0 對 就好像是跟N差不多 只要說 我們新設立這兩個變數 X跟Y 他們的Min也是0 那我們這個Min的條件就符合了 第二個咧 我們關心它的Variance 或是我們關心它的Auto correlation 那我們的Auto correlation咧 就要算一下 好不好 這個算就比較長 不知道顯示一下 這裡就有多像 所以我們把它展開一下好不好 我們把這個跟這個Pay 然後這個跟那個Pay 對不對 就會有四個像 四個像 那我們整理一下好不好 相信 我整理完了對不對 我們就有四個像 cosOmega0 Tao加cosOmega0 然後2T加Tao 這是第一個 X的Term 然後剪掉 1分之1的 XY 的Sine Omega0 Tao加上Sine Omega0 2T加Tao 這樣 然後剪掉 1分之1 Y X Tao 這個是負的Sine Omega0Tao加Sine Omega0 Omega0 2T 加Tao 加上2分之1 RY Tao PosOmega0 Tao 前PosOmega0 2T加Tao 等一下你說 就我們證明 本來就是2乘2 就有四個像 我們就把這個S跟S 放在一起 就會變成這個 原本的 Auto Correlation 是X的Auto Correlation 然後Y跟I 放在一起 就會變成Y的Auto Correlation 那如果是S跟Y 放在一起 比較Cross Correlation 那Y跟X 放進來 也是Cross Correlation 好吧 所以 我們也沒做什麼事 我們就只是把它重新寫過來了 然後咧 我們剛剛知道咧 我們的 Output Spatron 長得像這樣 如果Output Spatron長得像這樣咧 我們把它寫清楚對不對 它就可以是 呃 好啦 這個 把它這樣畫一下就好 不要不要再寫了 麻煩 我們可以把這個做Fraven Phone OK 那我們就可以找到它有的Auto Correlation 2π1 然後我們從 ω0-2ΔΩ ω0 ω0加2ΔΩ 然後 它的大小是N0 OK 然後 因為我們有正的有負責 好不好 我們理論上咧 應該要再加一個 它的Compress Conquer 就是 我們有這一段跟這一段 我直接把它合起來叫cos 好嗎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哦原來我的Auto Correlation 應該是N Τ 分之N0 πΤ 不好意思 πΤ分之N0 sinΔΩΤ cosΩ0 Τ 喂 也就是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說 它Output Spatron 怎麼這樣 我們做複式轉換 知道 它的Auto Correlation 應該要長得像這樣 沒有 這兩個是相同的 那我們需要什麼咧 如果要讓那兩個Auto Correlation 是相同的話咧 我們需要 這個 x的Auto Correlation 要等於 y的Auto Correlation 要等於 πΤ分之N0 然後sin的2分之ΔΩΤ 然後咧 我們的Course Correlation 都是0 那有了這個之後咧 我們可以進一步的知道 那我們的Noise Power 就會跟我們x的Power是一樣的 也會跟我們y的Power是一樣的 我們說過這個Auto Correlation 在0點的值 就是代表Power 好嗎 打給1瓦 Rode的時候的Power 那這個A會一樣 這個是 如果你把Touch進入0的話 就是像Sync一樣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 有值的 而不是 反正0分之0 它這個是一個Sync 好不好 它是一個有值的 OK 所以我們有一個conclusion conclusion 所以x y f0 min 他們都是平均起來是0的 就跟N一樣 然後same variance 就是它的variance 這個是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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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還記得 所以它跟N是有一樣的variance 或是有一樣的noise power 然後咧 它的power spectrum density咧 是一樣的 它都是在這個2分之Delta之內才有值 它的值咧 叫做N0 我們原本的N 這邊是2分之N0 就2分之KT 那我們使用xy來表示的時候咧 它就可以 它其實是N0 還記得嗎 如果說 我們乘上一個cos power要變1分之1 之類 乘上一個sin power也是變1分之1 所以這個是N0 對不對 我們直接把它shift到N0 Omega0的時候 cos給它1分之1 sin給它1分之1 所以變成2分之1 所以它power 會是2分之N0 在Omega0的時候 所以一切都很合理 我們要用加速度 我們要用加速度 聲波浜 我們要用加速度 然後再用加速度 可以嗎 所以我們要用加速度 我可以用加速度 在這邊 可以用加速度 使用加速度 在這邊 可以用加速度 我們要用加速度 要加速度 可以用加速度 而且可以用加速度 好,那我們最後再補充一點 為什麼我們想要用這個x跟y來代表n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常常在升降屏的時候 會使用mixer,對吧 那那個mixer呢 可以乘上sin或是乘上cos 都可以讓它達成降屏或升屏的效果 所以我們應該特別有個圖 當然特別有個圖 算有了算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n of t 我們要是乘上一個cosω0t 它出來咧 再經過一個low pass filter 就會變成x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的noise 它原本是centre帶omega0這個頻率 那我們在做接收機的時候 想要把它降回來基頻 我們一開始都明明說過 我們講的話是低頻的 我們發生的電池波是高頻的 我們要做這個低到高的轉換 發出去之後 接收機要做高到低的轉換 我們要轉回低頻的訊號 才能做處理 所以我們在接收的時候 我們是接收 比如說我們3GHz這個noise 就是在3GHz的noise 那我們要先做降頻這個動作 我們要乘上一個mixer 把它降回來我們原本的頻率 所以我們一定會做乘上cos這件事情 那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如果用這個expression 我們乘上兩倍的cos 對不對 我們就乘嘛 就變成兩倍的sin 你看 我們就這邊乘一個cos 那邊乘一個cos 啥都沒做就變成這樣 那整理一下勒 就會變成xt 加上xtcos 2倍ω0t -yt side 2倍ω0t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聽過 這個是這邊的值 對不對 這個是在這裡 如果我們是一個low path filter 我們把2倍ω0 就是RF的頻率都濾掉 那是不是就只剩x 所以我們在這邊是想告訴你說 我們在做接收器的時候 我們必須乘上一個cos 讓它降回來到基頻 這個時候會伴隨你的 不是原本的n 而是它的x 因為我們把 它乘上cos 它這個projective phase的noise也被刪掉 因為quantive phase它不會一起降到基頻去 它反而會升到2倍頻去 它只有inphase的term 會回到基頻 那高頻的分 都會被刪掉 這個時候 只有跟你層上的載波 inphase 才會回到你的基頻 這個時候你的noise是x 不是n 那我們剛剛有說結論嘛 好不好 對 我們的noise power還是一樣 對 noise power還是一樣 對 所以xy跟n非常的像 有什麼差 他們都是realme variance也是一樣 好不好 我們這邊偷偷 這邊有個兩倍 偷偷有個兩倍 對 如果這個沒有兩倍 你這邊當然open noise 會有一個低 但那不是重點 好不好 我們想知道是誰跟著它 不是n喔 是x n是原本在 omega0這邊的bandpass的信號 的noise 那我們回到基頻之後呢 我們使用x來代表 很像 你可以說 x就是n代 這個omega0的inphase的term 那反過來 如果說我們今天呢 是使用sine 那我們再一個low pass 那會出來誰 會出來歪的 好不好 好嗎 看有沒有這個 我們這邊還是要乘2 這樣才會出來歪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樣的argument 如果你今天 使用的是sine這個波 來做降平的話 那你出來看到有個是歪的 好嗎 OK 總而言之啊 我們在 做升平或是降平的時候 都會把noise帶走 他就一直跟著我 他不會消失 你說我選inphase 他就跟你inphase 你選cualual phase 他就跟你cualual phase 他還是在那裡 他並沒有不見 好啦先有這種概念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到底為什麼學這些 等到我們第九章的時候 就會豁然給你講 那時候我們在做 各種系統的升降平 在算noise power的時候 你就會回到這邊來用這些 對不對 OK 我們把這個四個重要的這個component 都要講過一遍 好 那最後呢 我們講這個sensual detection OK 我們的communication system the received system 我們用rlt來代表 他可以寫成呢 你真正送的signal 加上noise 這個是transmitting signal 然後跟noise 好這是我們想要這樣model 我們收到的信號 可以寫成你送的信號 加上noise 這兩個會一起在系統裡面跑來跑去 你每經過一個component signal變了一點 noise變了一點 下一個component signal變了一點 noise變了一點 他們會一起 一起電話 OK 那假設咧 這已經是最後一關了 好不好 好我們就現在已經是讀到這個值了 比如說我們就讀到一個voltage 對 我想知道它是1還是0 還是高還是低 這時候我們必須下一個決定 對 就要一個判斷 好 還有一個判斷 那 我們原本送的這個咧 是s是b0 voltage是b0 如果是e is sent 我們送數位信號e 我們就給它是一個高電位 我們送數位信號d 我們就說我們再送一個0 我們今天送一個沒有voltage的 對 我們就說我們送了一個0 我們今天送了一個高電位的 我們就說我們送一個1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送對不對 比如說你今天就說這樣的一個 1010的條片 就是這樣 for example 這樣就是10100111 for example 我們做這樣的條片 這樣叫on off key ok 好 來到我們今天做這麼簡單的條片 對不對 我們只用這個voltage高還是低 來送信號 就這麼簡單 這個時候咧 我們要在收的時候要怎麼判斷呢 我們就會設一個streshold 又說啊 我們就設一個streshold 那streshold是2分之b0 高於2分之b0 我們就說它是1 低於2分之b0 我們就說它是0 這樣好吧 這應該是最好的情況 對不對 我們要測一個streshold 所以呢 我們就set 一個streshold 這個時候咧 我們的錯誤率是多少 我們的錯誤率是多少 你說這是我們送的 那我們收到會長怎麼樣 對不對 這是我們送出來的 啊我們收到的咧 一定是長了很多noise 欸 紅色是我們收到的 你收都不會錯 會啊 因為中間這個就錯了嘛 對不對 明明就送0 為什麼noise大到告表 超過2分之b0 我就說它是1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帶後noise 因為它會讓我們的判斷錯誤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原本以為我們送的是這種漂亮的防波 欸 noise進來之後 那邊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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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有時候1跳成0 有時候0跳成1 會吧 那我們要怎麼估計錯誤的機率咧 對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今天講那麼多 就是為了估計錯誤的機率 所以我們的錯誤率 if 對不對 one is sent but zero is detected 這是一個錯誤的 我們明送1 你以為是0 這是一種錯誤 是吧 那這個機率有多少咧 我們用這個 pe of e 這樣來表示 這是error的意思 probability of error 我們明明送1 他錯了 這樣的機率是多少 好嗎 我們送1 他錯了 的機率是多少 這個咧 是說 就是我們跑到b2 我們收到的信號咧 就是我們的b0 加上n ok 他會小於 2分之b0 這樣的機率 我們收到的信號 他明明就是我們發出來的b0 加上nois 居然小於2分之0 ok 可以吧 這是我們明明送1 然後卻得到0的機率 那我們想一想對不對 我們這個n是一個 Gaussian distributed 對不對 他本來就是Gaussian 是吧 所以我們這個呢 原本 我們的n of 0 n 這個是Gaussian distributed 我們n of t 他本來就是一個Gaussian的分部 對不對 我們這邊 他的Variance 就是Sign 那我們的Noise越大 這個分部越大 還是我畫成直的比較好 還是比較好扣 還是畫成直到好一點理解 對 我們的Noise Noise是0對不對 然後越上面 越下面 對 這是Noise的Properity density function 然後這個是N0 Ng 這個是他的變異 我們這個收到的 他就是一個Gaussian distribution 對 越大的跳的Voltage G越低嘛 他最可能是屬性在0 他也有可能屬性在負 好 好 那如果我們加上V0 對 那我們這個R R of t 他的 還是一樣 他一樣是Notion distributed 那他的Sigma還是一樣 只是他今天的Center在V0 是吧 我們的Noise 的PDF 長得像這個樣子 他出現在0的區域比較高 這邊比較低 這邊比較低 那我們收到的信號咧 也一樣 我最近在V0的時候 機率最高 因為這個收Noise0 他往上或往下的 機率都比較低 這個時候咧 我說 那我們有一個Structural在2分之V0 你往下直臭 這些都錯了 所以就是這下面這個機率 integrated 是多少 OK 所以我們要的 就是 在收到這個Rt的時候 那他的值 小於2分之V0 這樣的積分是多少咧 對不對 這個咧 就是從負無限大 積到2分之V0 然後 2π sigma分之1 2n平方 所以兩倍sigma平方 dn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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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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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所以我們就是積這個高選 然後從這邊積過來 你要積這個也可以啦 只是你今天這個中心頻率 不然pick的時候是在10就要積一下 你要積這個高選也可以 你要積這個高選也可以 你要積的他們就是這個tail對不對 dn 好啦 假設各位會積高選 那它叫做error function 高選的積分叫error function v02-2signal 高選的積分就是error function 這 呃 它會給你一個值 反正積分起來是一個值嘛 你知道嗎 那我說這個值呢 你在你就查error function的表 或是你有error function算 它就可以告訴你 它是多少 ok 那我們error function的定義 ok 是根號π分之2 x7到無限大 對 這邊有-du -du -du 好不好 它就是一個error function 你說這跟這個長得不太一樣對不對 你高選機上面跟機下面的奧數差 對 你高選機這裡跟機這裡是一樣的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行好嗎 這都一樣的 -5千大的機到-x 一樣 一樣 機上面機下面一樣 哎anyway 所以我沒有給你一個值嘛 因為這個值跟你的V 跟你的sigma的關係 V是什麼 我們送出去的信號的強度 involtage sigma是什麼 我們Noise的抖動程度 also involtage 所以這個咧 就是SNR的概念 這上面是我們song的signal 下面是我們的Noise 所以我們錯誤率去取決於這個signal to noise 可以嗎 我們這邊有個例子 Example 3.4 它就給你一天浪圍 有沒有3.4 他說呢 如果說V0 over sigma 是2 就是6dB 如果是6dB 6dB 2 什麼意思 這是voltage的哦 voltage的ratio是2倍哦 power的ratio就是4倍 如果說我們的V0對不對 我們這個V0 假設是1V的話對不對 那我們的Noise抖動的程度啊 可能是0.5V 對不對 因為他們 我再說一次這個都是 像standard deviation 它的 標準差的概念 sigma就像是標準差的概念 sigma square就是variance 所以 我們以1V的抖動 然後我們這個標準差大概是0.5的時候 這樣子給你多少錯誤率呢 我們就把這個2放進來嘛 就變成 rfc 這樣的一個 這個 根號二分之一對不對 你們可以就讓 計算機是沒有 你們可以去找mata還是google 把library 你可以達到0.159 16%的機率會錯掉 如果說 你送1V 但是它抖動的標準差已經達到0.5V 你有一半的機率 不是不是不是一半的 16%的機率會錯掉 這樣可以嗎 這是全部的 還沒有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錯誤 我們送0的時候的錯誤 我們送0也會錯 然後做充1會錯嗎 送你也會錯 送0的時候它要是抖上來對不對 超過這個我們也會錯 那你可以試著推導一下 但我告訴你這個錯誤率是一樣的 因為很對稱 因為我們就取在正中間嘛 錯誤率是一樣的對不對 那我們真正錯誤率是多少 真正錯誤率 我們total的錯誤率 就看我們送了多少0 看我送了多少1 對不對 所以我們total的錯誤率 就是我們真的送了0 我們送了0的機率 然後錯掉 然後我們真的送了1的機率 然後剩1的機率錯掉 就是total的錯誤率對不對 那假設我們今天是送一半一半對不對 我們一半0一半1對不對 那這個答案還是0.15 有16%率垂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你可以試著帶帶看其他的值對不對 假設這是0.3對不對 我們這個信號Voltive強度是3倍 5倍 10倍 你看這個BLRAP會降到多少 錯誤率會降到多少 所以我們今天講那麼多Noise 最重要就是讓你體認到 我們無線傳輸的時候 我們要求我們傳的東西是正確的 那必須Signal to Noise Ratio要高 那你今天就認識了什麼是Noise對不對 那我們之後再繼續講Signal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今天就到這邊了 好 今天就到這邊了 好 今天就到這邊了